其書面報告的各個機關單位麻煩請代表上台 包括秘書長 包括司法院兩位法官 好 請 各位好 不好意思 讓大家今天一早到現在辛苦了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各個單位大部分都是說 這個原則上其實以現行的機制還有法律應該就可以處理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就你們所瞭解在整個這個台灣要處理轉型正義 可能會遇到的 也就是人民過去受到壓迫的權利應該要回覆的是有哪一些 我們請那個簡秘書長好了 過去 像228事件 像那個法社恐怖 或者是警察 那個叫做匪夷什麼什麼條例 過去受到政府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沒有過去受到 民主 專威權體制裡面 沒有受到公平正義對待的這些人 都可以包括在裡面 那我想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剛那個賴委員講的這個不當黨產的部分 可能在黨產條例裡面可以處理嘛 如果到時候過了以後 那我想要問一下 那像是類似如果是國家侵占民產 也就是在這個過度 這個政權過度 從日本時代到中華民國來台灣之間 那些就要令立法律 對 所以我的意思 你說不當黨產是講黨產 如果你涉及到 比如說日據時期的 那另外要 那類似像是為安復的求償 那個當然要另外要有規定 那831軍中樂園的求償 還有真相 現在法律沒有規定了 可以強化法律 或者是修改法律 或者是制定性的 扭曲原住民族的歷史 跟他們的文化的無縫 相關的崇拜 那個都可以來考量 那 所以我要講的是 包括金馬的 包括金馬的 所以可見我要講的第一個 轉型正義要處理哪些 你剛剛講的 我隨便講幾個 就是你們也講到的 那一定也還有我沒想過的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相關的這些學術報告學者裡面 也包括徐世榮老師講到 戰後的這個土地移轉 土地重化 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剛剛只有舉幾個 有沒有任何人覺得我還沒有講夠 就是你還要再補充 你認為現行法律就可以處理 台灣轉型正義的 請在 因為你在剛剛幾位在 不是 這個 剛剛他們幾位所答的 並不是說 他們 這些部會的法律就可以解決台灣的轉型 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是針對他們相關的法律案裡面 比如說檔案 政治檔案 將來可以透過修改政治 可以修改檔案法來處理 等等相關的事 那你會不會覺得 處理台灣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很重要的 還要有些法律還要再另外 很重要的對不對 對對對 為了避免怪異漏萬 所以有一個專責的機構 專責的法律 來去做一個框架型的立法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糟糕嗎 我剛才就隨便說了 我覺得不一定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機關 因為你用這個委員會來調查這個 這樣你覺得加拿大他們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會很害怕嗎 我不知道他那個委員會到底他 他們處理跟比我們還比較糟糕喔 他處理到1840年 怎麼樣侵占原住民族的土地 比我們現在的處轉條例還比較糟糕 還要找得更久 我們現在只有戒嚴時期 現在民進黨的版本只有講戒嚴時期 你會覺得加拿大想要害怕 那叫我們的法律的嘗試跟效率來講 加拿大實在不文明 照剛剛這個賴司法委員講 他實在不是法治國家 會這樣嗎 其實轉型正義在這個法案裡面 是從34年界定到80年 那事實上80年以後也有一些要轉型正義 是啦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很簡單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轉型正義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說你的問題不是跟賴委員講的不一樣 賴委員他的意思是說你用這個法律 用比較這個周全的方法去處理 這個是為了要幫這個政府安插官員 但是你不是 你覺得現在這樣子說不定還不夠周全 是這樣嗎 轉型正義 如果發現有新的必須轉型正義了 相關規定還是要透過法律 我現在回來齁 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齁 各位可以請回 因為各位都是剛剛講說在現行的 你的機構或是立法上面應該是有夠 那我要再 我剛剛點出來幾個議題 為什麼不夠的原因在這邊 那在這邊我要再一次提醒 因為這是台灣第一次國會的政黨輪替 所以不管講說過去曾經在哪一個 誰當總統的時候已經立過什麼法 然後來進行某一部分的轉型正義 那都不夠 因為我們如果比照別的國家 不管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德國 東歐 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的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說在這裡齁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去 這個努力來進行的時候 所以說如果行政儀也覺得說 這是重要的事情 應該是行政儀也要提出版本 就是說例如說你覺得這樣不對 像剛剛你今天一直在提的說 是不是要修各級機關組織基本法 才會符合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提一個這個配套 就是說你們覺得也很重要 也許要配套修其他的法 而不是說因為跟其他的法不合 乾脆我們就不要做這個 因為這很重要的嘛 你也認為很重要 再來齁 這個我覺得在這邊我還是得 真的是 我們時代力量也會有我們自己的版本 那也很這個肯定 其實民進黨在這一個時間齁 很努力的在把握時間排案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 展現決心的這個時刻啦 要不然這也大家也等很久了 那我們在這裡我稍微 那個秘書長可以請回沒關係 謝謝齁 我在這邊稍微簡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希望在下個禮拜提出來 時代力量版本齁 第一個 我在這邊跟大家稍微激盪想法一下 我們知道說不管是原住民族的權利 為安撫的這個真相跟求償等等 然後還是說我們所有在戰後戒嚴時期 所有的轉型正義齁 你看到的會覺得說 欸這個台灣怎麼會這麼辛苦 要做這麼多 然後很難在一個框架裡面做完成 我知道民進黨的朋友會辛苦 那我們經過跟很多學者的思考以後 其實我們有想到我們也許不是從加害者的角度去做這個框架 我們現在的框架是針對 戰後來台灣的中華民國 然後他對人權的這個加害來做的框架 這比較好界定 我承認這比較好界定 但是既然我們要有一個上位的框架法 我們可以為受害者的角度來看 受害者的角度不外乎是自然人 法人 那跟這個族群 也就是我們從這三種 這三種角度來看說 人民的公民權利 他的民主自由人權怎麼樣被迫害 這代表會是戰後的事情 族群的集體權利 例如說他的文化跟語言的蔑屍 要怎麼回復 這是族群的部分 原住民族的權利 他的自治權跟他的土地權利 他的自然主權怎麼樣回復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們從受害者來看 現在台灣個人有個人的受害者 經過白色恐怖戒嚴時期以後 族群有族群的受害的狀況 民族 原住民族他們有原住民族受害的狀況 那這樣我們框架立法如果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 就比較糾丟 就比較不會說是針對 只針對一個時期 戒嚴時期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 到時候我們在討論內部的時候 可以去思考 一個政策性的立法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國家要長期做的 譬如說新竹加拿大 他們做了六年 然後研究了上百年的這些資料 去翻出所有的這個各式各樣 對原住民族的這個加害 還有對這個公民的加害 還有一分鐘的 不好意思主席 謝謝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比照這樣 一個是執行面 我們在行政院可以怎麼做 透過行政的調查權 行政的權利 然後在政策面 總統府他可以怎麼樣 廣泛的開始回復這些個人 法人 然後族群權利 以及原住民族權利的這個回復 然後整理所有的法律 哪些東西還不夠 哪些東西的落實不夠 要另立怎麼樣新的法律 最後我要呼籲一下這個國民黨 因為我今天聽了一整個上午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國民黨覺得 這有可能變成警總復辟 那表示他認為警總是很不好的一個單位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警總 到底過去做過哪些事情 一定不會是只靠現在報告上面講到的 228或是戒嚴時期特定事件 那他的這些人的權利的回復 包括真相的回復 因為你如果沒看到 我現在舉一個例 我們的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 如果你有在學校 在軍公教單位裡面 你一定有一個調查局裡 你一定有一個這個人二四的AB檔案 你沒有看過那些檔案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受迫害 我說的迫害不一定是被抓被關 被槍決被刑求不是 你有可能只是在某一個單位 你明明也做的還OK 你也不知道怎麼樣 你為什麼跑到外島去了 被調到外島 你以為是你做不好 可是你可能是被 被狗爺爬跟你說什麼話 這個大家 那個檔案 你難道不會想看看你爸爸 或是你阿公阿嬤 以前怎麼被記載的嗎 那根據以前在做這些檔案的人說 有的時候連有第三者 有沒有第三者 平常要看什麼電影 看什麼書 吃中飯 吃便當 跟人家聊天 聊什麼內容 都記在裡面 所以 廣義的這個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不會是 只是 行政院報告講的這個 228或是 戒嚴時期特定的事件 我們要自己看過檔案 才知道 是不是受害者 受害的內容是什麼 可能只是一輩子 沒辦法 有一個正常人士的升遷 也可能是 受到怎麼樣子的這個管制 或打擊 那 第二個 所以我希望 國民黨如果真的不希望警備總部復辟 那應該來支持轉型正義 那第二個 請轉型 請國民黨也整合一下意見 最後一點 要不然其實看起來有點亂 因為他的有一些委員 現在是說 賴司法委員是說不需要轉型正義 那有一些委員是說 這轉型正義寫得還不夠 這個仔細 不包括援助民族 不包括其他的 所以我建議國民黨可以做一個內部的路線辯論 要不然其實他們的立場很亂 有一些是說要努力的做 現在民進黨版本還不夠 有一些是說不該做 這個根本是跌床架屋 那建議討論一下 然後 希望國民黨最後辯論成功 這個支持轉型正義會是國民黨的主流路線 希望 謝謝 謝謝林委員 跟林委員提醒就是 這個 我們接下來會辦公聽會 但是時代力量版本可能還沒有到委員會 那如果公聽會之前 如果可以先把版本提供給我們的話 我們可以先把時代力量版本一併送給我們邀請來參加委員工聽會的學者 可以先做參考 那麼也可以請他們表示意見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怡民委員 時間八分鐘 好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好我們請行政院的檢秘書長 檢秘書長 陳委員好 秘書長 午安辛苦了 好